但臣认为 公主当时的穿着 着实有伤风化 不成体统 先帝将公主托付于臣 臣自由管教公主的责任 臣认为在这点上 臣并未做错 穿着这一事 我觉得 太夫并不了解现代服饰 这些都是现代女性的穿着打扮 我自己那身衣服 也是稀松平常 公主金枝玉叶 怎可与这些雍之俗粉相提并论 公主自有公主的行为准则 太夫 你再看看这个 太夫一直劝我 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体 但太夫这证 全国人都看过了 难道 太夫就不注意自己的亲欲吗 还是说 古代的男人 就可以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体 工人观赏 我觉得 为了我们接下来 能继续合作下去 有必要约法三章 不疯不大 不优优独合作 请不吝点赞